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这什么东西 淡蓝色闪光 哎呀果然又是你啊 小样的 这次看你往哪跑 攻击招式还是没有变啊 不过是从乱射换成第次了 同样的招数 我不会中第二次的 哪怕中个第二次 也不会中第三次 第四次 哪怕是第五次 这怎么是个死不痛呢 那会应该迷路找不到我了吧 攻击都挺了 你说谁找不到你了 说吧 你还有什么意言 嗯 我想向天再见五百年 听上去 像是从这附近传来的声音 哦 你掉下来了 对吗 你还好吗 来 起来吧 哇哦 对吗 那真是个好名字啊 我的名字是 为什么鬼啊 完全没有看清楚啊 太亮了 又是这样的一个地毯 这不会是我的灵魂能力 防滑倒地毯吧 可是这是什么地方啊 怎么到处都是水啊 这两个是垃圾堆 这不会是下水道吧 瀑布似乎是从山洞顶上流下来的 不时还会冲下来一团垃圾 坠入下方的无底深渊 看到这些垃圾来了又去 这使你充满了决心 毛线的决心啊 都掉进抽水沟了 哎 真别说了 老大爱貌似真的没有追下来 这么新的保温箱 哦 这是一台冷藏柜 还有两份太空人食物 这硬邦邦的触感 隐隐使我的拳头有一丝疼痛 而且这东西没有战斗画面 就放过你吧 小子你说啥 谁 谁在说话 怎么的小伙子 打了人偶就想跑吗 大爷我是不是应该躺下和你聊聊 本大爷是一直住在人偶里的幽灵 我表妹以前也住在一个人偶里 直到有一天 有个家伙一拳就给他敲碎了 彻底摧毁了他的家 像我们这样的幽灵 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容器 你知道要消耗多大精力吗 你知道我们会和容器融为一体吗 你知道我们最后也可以化为人形 去享受正常的生活吗 你知道吗 在你打碎人偶的时候 我的表妹也碎了 所以碰到我算你走运 这货是个幽灵 可小帅也不是毛山道士 完全没有办法打到他 接招吧 无休休休休休炮 你们这群蠢才 不要用魔法攻击打我 呃 虽然打了也没事 原来如此 原来这样啊 什么居然被你识破了 看来只能用上这招了 阿姆斯特朗炮 呵 这招果然打得更疼 首领剑 哇 没武器了 但是没关系 你根本不法伤到我 这是什么 不好 不会是硫酸雨吧 再这样下去 我的容器会坏掉的 呵 算你走运 是幽灵纳普斯顿 不好意思 打搅你们了 我一来你的朋友就走掉了 你们刚刚看起来玩得很开心 我只是想过来打个招呼的 我要回家了 你要来吗 就在上面 这样也好起码可以烤烤火 嘿 你来了 我家就在上面 等你哦 别害羞嘛 这里的平静使你充满了决心 没错 在我的字典里 从来没有放弃和失败这两个词 因为我根本没有字典 好的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羊毛君 关注我 去发现更多好玩有趣的游戏